莫文蔚的父亲莫天次于上月27日因心脏病逝世 享年76岁 28日在北角殡仪馆举病后 19日遗体运往戈连城角火葬场火化 上午9时许 陈淑芬与徐佳杰等人到达殡仪馆做准备 月末中午 莫文蔚与家人乘坐七人车离开前往火葬场 由哥哥莫里斯携带遗诏登上灵车 其余亲友们则乘坐巴士到达 戴着口罩的莫文蔚与丈夫搀扶着母亲下车 不如礼堂神情悲戚 仪式约25分钟后晚结 莫文蔚扶着母亲不出 而送别丈夫的莫母 显然悲伤过度步履蹒跚 叫人心疼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